Hello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SUI SUI 是下一個千倍幣還是垃圾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在昨天的影片當中 我有跟大家稍微聊一些APTO 聊到APTO下面留言區 就有很多人問SUI SUI 會不會是下一波牛市的千倍幣 百倍幣 跟APTO一樣有很好的potential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話題就是SUI這個項目 SUI這個項目其實我也是這幾天才知道的 因為我對於這種小的項目 新的項目 然後這種熱度很高的項目 其實真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原因是什麼 我相信有在追隨我一段時間的觀眾朋友 應該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一起來探討一下 SUI是什麼東西 第二個部分就是來教大家 如何去分辨一個山寨幣是好的還是壞的 我們一開始先來看一下SUI的website 就是他們這個網站 看到這個網站我只花了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我就可以看到一些red flag 就是所謂的警戒信號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網站做的是挺隨便的 任何有一點能力的網站設計師 做出這樣的網站應該是不需要花超過一兩天的時間 另外一個red flag就是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稍微往下滑第二頁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類似這個推廣這個項目的一些comment 就是言語 其中一個就是說 Sui is going to be a project to beat 就是說 Sui這個項目是一個很好的項目 它以後這個就是會成為一個標杆 就大家都想要這個成為一個對象 當一個項目還沒有launch 就是它的這個主鍊都還沒有開啟的時候 用這樣的推銷模式其實很容易去吸引一些韭菜 因為大部分韭菜投資在一個項目上的時候 就是會被這種topic 這種言論而吸引進去 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我認為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是你找不到他任何關於他開發者 不管是CEO 或者這個項目方重要的一些開發者的一些資料 我們在這邊只能看到這個ambassador 就是推廣的人 還有moderator 就是有點像是他們的合作夥伴之類的 那在下面看到這個moderator 大部分也都是一個以虛擬的方式呈現出來 那任何時候不管是這些moderator 或者是ambassador 他們如果自己都不露臉的話 我認為這個項目的相信程度就不是這麼高 那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在它的開發者的一些細節 就是它主要的開發者 在網站上是沒有任何他們的介紹 關於SUI這個項目 他們其實跟aptor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那他們唯一的關係 就是他們都是從Meta 就是臉書原本臉書blockchain的團隊裡面出來的 但是他們本身彼此之間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那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都是使用move 就是一個比較advanced 就是先進的一個programming language 就是寫程式的一個語言 那他這個語言叫做move 以上就是SUI跟aptor這個比較接近的地方 那或許你還可以說另一點是這個 他們都是VC coin吧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aptor呢 背後的這個投資的資本啊 很多都是來自VC就是投行啊等等的 所以他們是比較中心化的一個體系啊 跟這個Solana是有點像的 那對於這樣的項目呢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啦 那佈局的話呢 也不會以這個重倉的方式去佈局哦 但是今天大家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這個SUI這個項目呢 是要在5月3號才會開啟啊 所以他目前是還沒有開啟一個狀態啊 那有這麼多的熱度呢 我認為任何時候有一個新的項目 有這麼多熱度的時候呢 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stay away 就是離他遠一點哦 因為我在區塊店還有加密貨幣的這個市場裡面呢 看過太多這種被熱潮的項目 一開始被瘋狂的熱潮 那到最後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也知道 因為這個aptor當時呢 開發出來的時候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熱 但是aptor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就一開始就跌了90%嘛 那另外呢就是ICP啊 ICP Internet Computer呢 在他還沒launch之前 就是開始之前呢 也是非常非常多人在追捧他啊 那這個一開始的第一天呢 這個是漲到800多塊 那現在ICP是大概3塊還是5塊之類的吧 所以大家就是要小心啊 那我自己的反應呢 看到這種熱潮的項目 不管是aptors 不管是ICP 或者是這個Pi Network啊 這些很被熱潮的項目呢 我第一個反應都是直接stay away 就是離他越遠越好 當然在這邊你說這個SUI項目 有沒有可能在下一輪牛市當中呢 成為百倍幣千倍幣萬倍幣呢 這個機會當然都是有的 就像今天你有沒有機會贏樂透呢 當然是有 但是大概率呢 這個贏樂透的人不會是你對吧 所以我個人認為在這個一開始的階段呢 參與這些項目呢 就跟你去買這個樂透的ticket呢 是非常非常像的 那你說沒有人中樂透嗎 中樂透的人還是大有人在啊 但是大概率這個人不會是你啊 但是追根究底呢 這畢竟是我自己的投資理念啊 因為我不喜歡microinvesting 我不喜歡就是以很小的金額 放在一些這個 有可能翻百倍千倍的項目上啊 我寧可重倉的放在一個這個 我相信跟我了解的項目上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喜歡亂槍打鳥的投資者的話呢 那你想佈局在SUI上面呢 我認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啊 因為跟其他垃圾幣相比呢 SUI至少還是有一個比較好的這個團隊 對吧 但是對於大部分看我的觀眾朋友 跟這個跟我投資理念差不多的觀眾朋友呢 就是離這種項目遠一點 會比較安全一些哦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啊 我要在這邊教大家 如何去判別一個項目 到底是好的項目還是壞的項目 那關於怎麼評估山寨幣呢 這個在我節目當中之前也有跟大家聊過了 那我們今天就再次聊一聊吧 那主要是會分為10點 那最後一點呢 是我認為最重要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就是10點以外呢 我最後會分享一個 我自己怎麼批判一個項目是好是壞 那在這邊看到第一點就是utility 就是它的使用性啊 就是這個項目有沒有人在使用呢 那這個Suit當然是還沒有開創嘛 就是還沒開始它的鏈嘛 所以有沒有人在使用這個都是未知數哦 第二點呢 是Topholders Token Percentage 就是說這個大金魚啊 他們持幣的這個狀態是怎麼樣 那Suit因為還沒有開啟它的鏈 所以我們不知道哦 那像Solana、Apto 他們其實都是非常非常top heavy 就是前100個錢包擁有大部分的幣哦 那對於這樣的項目呢 就是大家要比較小心一點 就是它爆炒的時候是會漲很多 但是最終呢 大概率我們散戶去玩這些項目 都是會被割韭菜哦 那下一個第三個就是marketing with eyes on the price 就是說他們這個市場的營銷的方式呢 是不是以一個長期規劃的方式去進行的哦 第四點是Token Distribution 就是說這個它幣一開始ICO的時候 是多少分配給這個VCR 多少分配給內部的員工啊 多少是給這個公共大眾 就是普羅大眾去持有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哦 第五點是Tokenomics 就是說它的這個幣的基本面啊 它是如何發幣的啊 它的鏈是怎麼樣進行啊等等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它長期的走勢 這個幣的流通性是怎麼樣啊 有多少的幣會在市場當中 那以怎麼樣的方式釋放啊等等 那第六個是很重要的就是community is key 就是這個社群是很重要的 任何好的一個項目呢 不管是比特幣啊 或者是以太幣 愛達比呢他們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社群哦 就是非常非常強健 那當然也包含這個XRP啊 他們本身的這個社群都是很強健的哦 那一個項目要走得遠的話呢 社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背後要有這個持續支持它的人嘛 那第七點是Project Team 這個就是說一個項目它主要的核心人物是誰 他們的經驗是什麼 他們有沒有辦法把這個項目帶到 他們所說的這個地方哦 就是它的Vision就是這些開發者的視野是很重要的 第八點是Road Map就是它的藍圖啊 就是這個項目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那有沒有照著藍圖走 這也是很重要的哦 第九點是Active Addresses 就是正在活躍的這個錢包數是不是有在成長哦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哦 最後一點就是 Those Good Old Exchanges Listings 就是說呢 這些項目有沒有被放在一些好的交易所上面哦 就是說假如說今天這個Suite呢 一開始交易的時候就有被放在Coinbase上啊 放在币安上面啊 放在這個各大交易所上面啊 那對這個幣的短期發展來說呢 就是很重要嘛 因為今天你要有流通性才有辦法炒這個幣的幣價 那這是以上如何評估一個項目是好是壞的這個10點哦 那我最後分享一個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啊 那當然我認為這一點呢沒有在這10點當中哦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評估一個項目是好是壞呢 就是要看它有沒有經歷的起時間的考驗哦 就是它沒有go through the test of time 那這個怎麼說呢 就是說我很不喜歡投資在一些沒有經歷過熊市測試的幣哦 那我重倉投資的所有項目都是經歷過至少一輪熊市哦 其中當然包含了比特幣經歷了三到四輪熊市 以太幣經歷了兩輪熊市 Cardano ADA呢經歷了一輪熊市 那在下一輪牛市又漲到新高哦 那這個是我認為一個項目很重要的一點啊 那我對於這個沒有經歷過熊市測試的幣呢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哦 主要原因呢就是因為在加密貨幣市場裡面呢 成千上萬個項目哦 那很多項目呢都是比以太坊快 然後比以太坊好交易費比以太坊低 但是有誰取代以太坊的嗎 在這麼多年之後 還是沒有人可以接近以太坊的市值哦 這就是說說不管你的項目 Fundamental基本面有多好 如果沒有人去炒 沒有人支持他 沒有人喜歡他的話呢 他就算Fundamental基本面再好呢 他這個幣的幣價也是起不來的 另外一點就是 不管加密貨幣的項目是怎麼樣 那短期的波動呢 都是照著這個比特幣的走勢走哦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我的節目當中 Focus很多 就是花很多時間在介紹比特幣 就是因為今天所有的山寨幣呢 在中短期呢 都是會因為比特幣的價錢去影響的 那只有這個長期 比特幣進到這個牛市的時候啊 山寨幣才有可能會outperform 就是比比特幣的表現好 以上就是我對Suite SUI這個項目的看法 以及如何評估一個項目 是好是壞的一些這個準則哦 那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些 大家有吸收到一些東西啦 那如果你說Derek我不care 我就是要買百倍幣千倍幣 那你要亂槍打鳥的話呢 那你就祝你好運哦 因為我自己呢 是不會幹這樣的事情啊 OK 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第一個新聞頭條呢 周一嘛 那這個第一個頭條就是說 比特幣 post biggest weekly loss in 5 months 就是說比特幣在上一周呢 是最近5個月以來跌最多的一周哦 那這個頭條往往都是嚇人的嘛 因為大部分散戶看到這樣的頭條就會 哇完蛋了 比特幣完蛋了 要回去1萬5 要回去1萬 要回去8000 5千啊等等 但今天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身為真正了解這個產業的人呢 你就不會因為這個短期的波動有什麼影響 甚至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哦 那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debt ceiling fears return 就是說美國這個債務上限的這個擔憂啊 又再次回來了 關於這件事情 我在上周影片已經跟大家聊過了 就是這個美國的負債這件事情呢 呃其實是大家都知道 那雖然說我們知道這個2024年這個 美國必須把他的債務上限再提高 不然的話這個美國政府就破產了 那這件事情是一定會發生的 就是一定會提高的 所以短期呢這個用這些頭條來炒這個市場 短期的走勢呢 都只是要影響散戶要割大家韭菜哦 所以大家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就是要額外小心啊 下一則新聞是關於Celsius的 關於Celsius這個項目 在他提交破產保護之後呢 就沒有什麼太多的新聞哦 那很多人也在擔憂這個Celsius上面 卡的資產到底拿的回來拿不回來哦 在這個報道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4月25號就是明天的時候呢 在紐約會有一個開庭啊 那主要呢是給大家競標一些Celsius上面的資產哦 那目前呢是有兩個財團會進行這個競標 第一個財團的名字叫做Fahrenheit 那這個Fahrenheit呢 這個背後支持他的人呢就是Coinbase 那另外一個財團呢叫做 Blockchain Recovery Investment Committee 這個財團是交由美國也是很大的一個 加密貨幣交易所 呃 Gemini 他們背後去支持的 所以你也可以說Celsius這次的競標案呢 基本上就是在Coinbase跟Gemini之間競爭啊 那至於最終誰會贏得Celsius的資產呢 這個就是我們值得持續關注一下的話題哦 那負責這個競標案的公司叫做Nova Wolf 那他目前的proposal就是他的提案呢是說 就是贏的這個競標者需要擁有4500萬到5500萬的這個現金哦 那另外呢當這個收購案通過之後呢 客人是可以期待拿回70%他們的資產啊 那這個70%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個人覺得 那在這個Voyager跟币安的收購案上面呢 這個客人大部分是可以拿回70%的資產 但是很遺憾呢這個70%呢都是以 當時他們提交破產保護的這個資產等值來計算的哦 那我們都知道他們申請破產的時候 都是這個幣價最低的時候嘛 所以說幣價最低的時候 然後你又被扣了這個30% 那所以你最終能拿回來的這個金額啊 應該是非常非常低的哦 因為現在比特幣基本上都已經翻倍了嘛 但是所有受害者拿回來金額 都會以當時破產資產的等值的70%來算哦 所以後來漲的這一波呢 是不影響到這個拿回來的金額哦 那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啊 但是我相信此時此刻 不管你這個資產被卡在Voyager上面 或者是Celsia上面 你能拿回任何錢 我認為都是非常非常欣慰哦 下則新聞是關於Zambavay 那Zambavay呢在昨天呢就推行一個法案呢 他們會推薦一個以黃金去back的Digital currency 就是加密貨幣呢是以黃金去這個維持它的價錢的 關於這個想法其實就跟曾經的這個美金是很類似的啊 因為在1970幾年美國拿掉Gold Standard之前呢 這個美金跟黃金就是有掛鉤的嘛 就是說有多少黃金量你才可以發多少美金哦 那現在Zambavay呢就是想要走回這個體系啊 就是以這個他們黃金的持有量來去推行法幣哦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比較公平的做法 但是我相信在現在2023年呢 呃以比特幣維系的這個法幣呢才是最可靠的哦 那我也是希望最終可以全世界都走向這個比特幣維系法幣的這個體系啊 那至於會不會發生呢就是我們大家值得關注下去的一個話題哦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LUNA的 那今天的南韓法院呢就公開的說呢 這個LUNA這個幣呢不算是一個security哦就是不算是債券啊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Terra Luna Lab的CEO還有Cofounder 這應該就是Daniel Shin吧 他在去年呢是被這個法院提告說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交易這個LUNA是一個未經註冊的一個security債券 那在今天呢法官是確定說這個LUNA不算是security哦 所以Daniel Shin在這個上面呢應該是可以免責了啦 另外一個關於Terra Luna大家很關心的事情 應該就是不知道兜塊現在人在哪裡哦 不知道最終他是被遣返回美國還是南韓哦 因為在他被抓之後呢就沒有更多消息流出來了 那對於Terra Luna不管是Daniel Shin啊 兜塊啊或者他們最終這個到底是被判了什麼罪啊 如果有任何新聞的話呢我也會在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哦 今天最後的新聞要跟大家聊呢是RAP Bitcoin 就是Cardano上面的RAP Bitcoin 這個名字叫做CBTC啊 是在Cardano的測試鏈上這個正式上限哦 那關於這個CBTC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擁有CBTC就是一個RAP包裹的比特幣的話呢 就變成說你可以在Cardano的這個鏈上呢交易比特幣哦 所以對於Cardano生態鏈來說一定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哦 那我們都知道在以太坊上就是WBTC嘛就是RAP Bitcoin也是非常非常盛行的一個東西哦 因為在以太鏈上你是沒有辦法直接交易比特幣哦 所以你就要透過這個RAP Bitcoin的方式去進行 那今天這個第一個RAP Bitcoin呢也在Cardano的生態鏈上這個上限哦 那目前是在測試鏈上 那之後上到這個主鏈上的時候呢 有任何消息的話我再做新聞跟大家聊這件事情哦 那說到最後啦不管是Cardano也好或者是以太坊也好 又或是Aptos Polkadot Chainlink 這些所有的項目呢其實他們不管基本面有發展的多好 對於他們幣價短期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哦 所以大家要關注的東西呢還是比特幣的走勢 那比特幣如果不好的話呢山寨幣的走勢是不會好的哦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有意識到這一點啦 不要覺得說這個ADA的幣價沒有什麼動啊 就覺得這個項目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哦 因為Cardano背後的這個發展是非常非常快速 那其他的鏈也是一樣 但是在比特幣不健康的情況下呢 不管你的山寨幣基本面有多好 他都不會在幣價上反應哦 那都要等到這個下一輪牛市回來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看到這些山寨幣真正的威力跟potential哦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拜拜 我們 Mode 入口 我們 拍完 那 誕